日本选手在击败中国名将后非常得意 不断围着刚刚势力的中国选手转圈圈 只因他刚刚击败了中国顶尖选手魏宁辉 并且从魏宁辉手里夺得一条WBC金腰带 但如此嚣张的姿态让很多中国拳迷不爽 于是魏宁辉当场就约定了二番战 首先出场的这位就是挑衅魏宁辉的选手龚越青二郎 日本虽然地方不大 但搏击高手真是不少 龚越青二郎不仅是日本多项赛事的王者 还是WBC的泰拳冠军 他与各个龚越宗一郎同为日本顶级拳手 在当时的日本青量级排名第一 因此在赛前信心满满 声称魏宁辉是手下败将 能赢第一次就能再赢第二次 对于这场比赛 魏宁辉虽然是压力十足 为了这场二番战 魏宁辉进行了三个月的专项训练 针对赛一番战时候的短板 强化了自己的拳腿连击 就是为了能在二番战一血前耻 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比赛 比赛一开始 复仇心切的魏宁辉气势汹汹 上来就是一个踹腿 给龚越青二郎来了一个下马威 随后便直接开始了拳盘猛攻 这一波打的日本选手一个措手不及 不管龚越青二郎的反击多强势 都无法阻挡魏宁辉的强攻 从比赛一开始 魏宁辉就没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反法时刻压制龚越青二郎 整个比赛应该没有地层 这个压力太强大了 对于日本选手来讲 它真的是一时之间 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么如 如同烈火洪水一般的进攻 左防守 找机会 假动作 骗对方 小胖拳子越来越重越来越连续 走 走 魏宁辉这场比赛真是拼了 时刻都保持着高频率的强攻 毕竟这是一场复仇之战 如果再次落败 那么这会极大影响全手的自信 对职业生涯更是不小的冲击 但龚越青二郎也不是范范之辈 不然也不会在一番战击败魏宁辉 所以魏宁辉憋憋足了劲 就算不能击倒对手 但也要在点数上碾压对手 竟然没有丝毫影响 移动很迅速 动作仍然很密 而且没有表情 对 似乎 在首回合两人几乎没有试探 魏宁辉迅迅猛的拳板配合着穿透力十足的腿反 打得龚越青二郎疲于招架 无法做出有威胁的进攻 但日本王者的抗吉他能力十足 在表情上也看不到任何慌乱 该说不愧是顶级拳手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来到第二回合逐渐适应了美尼汇的进攻 龚越青二郎开始反击 为了压制住对手 魏宁辉迅继续不遗余力 连续的拳腿连击不断奉上 尽量不给对手还手的机会 但一直选择主动进攻 魏宁辉的状态下滑也很严重 所以说魏宁辉只能速战速决 用高密度的进攻击倒对手 它的影响到蓝角 紧身拼拳 所以蓝角确实有一个你讲的应有的力量 是的 哦 你看 三拳由前两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 伤害性不大 但是这个很危险 鞋腿迎接 飞吸 正针 打个拳 左手摆拳 哎呦 蓝方打的也很有 魏宁辉的体能下降的很厉害 再加上适应了比赛节奏 龚越青二郎开始了全面反击 面对日本选手的凶猛反击 魏宁辉只能暂且用搂抱缓解压力 尽管状态不佳 但魏宁辉也没有停止进攻动作 因为只有出拳才有胜利的希望 不要下降 对 但第一局这么猛烈的进攻 可能是会受到一点 蓝角 也在顽强的底下都是纵权 刷炮都很顽强 虎头拳一二三四 魏宁辉现在拳法呀 真的是算是专业级别的拳法了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要自己打什么拳 而且能够控制得住 对 而且能发出力来 截腿 魏宁辉的强化训练起到了作用 尽管体能方面不占优势 但拳法与腿法的组合进攻却十分犀利 虽然龚越青二郎的进攻气焰非常强盛 但在近距离拼动中 魏宁辉也不落下风 无论是在力度还是准确度上 魏宁辉都不输对手 极具突然的摆拳也数次命中头部 而龚越青二郎则在拳腿连级上更胜一筹 同样给魏宁辉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这一回合双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然后现在蓝方在这层上 轻松的防守 其实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 眼睛是在看对方的 所以这不是失踪的防守 这是在找机会 很危险 双方都很危险 我觉得这种队伍 对 双方都可以让 对 一定要小心 到最后一个回合 开局不足10秒 魏宁辉的前手摆拳应激 再次精准命中 并以一套清晰的拳腿组合 打得对手节节败退 经过一分钟的中场休息 魏宁辉就像把电充满了一样 继续展开强势的拳腿进攻 而顽强的日本拳手没有退让 凶狠的直拳和扫踢威胁十足 作为在主场的复仇之战 众多好友和乡亲都在台下助威 就算魏宁辉体能不支 也依然能打出漂亮的进攻 每一拳都结实着命中对手头部 奈何龚约清二郎的抗击打太过强悍 几击重拳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 动作的密度现在红角下来了 蓝角还保持着高密度 但是因为蓝角的密度很大 所以红角没有机会打他的击虎了 是的 他在突出头部防守 这时候不知道 这个蓝方面的非常危险的对手 威宁辉的体能逐渐见敌 龚约清二郎则开始加快进攻节奏 就在比赛的最后十秒 双方展开了自杀式的对攻 以机枪扫射般的连续直拳 进行了不下二十拳的猛烈对攻 在一场火爆的拼斗场面中 比赛结束的铃声敲响 经过三个回合的艰苦凹战 最终裁判宣布 魏宁辉以点数优势胜出 这场比赛 魏宁辉的进攻能力毋庸置疑 但龚约清二郎实在太抗揍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烦情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